全新一代的 Isuzu D-MAX 终于在我国市场发布了 这一次原厂总共发布了 7 个车型 而根据原厂的资料 我国是全世界第五个上市这台新车的国家 在这 7 个车型里面同样涵盖了 Single Cap 跟 Double Cap Single Cap 专注在商用用途 而 Double Cap 车型除了商用用途之外 它也更贴近你的生活 所以我们今天的影片就是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辆车它是如何贴近你的生活 制作人版 相互 工 工种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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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nies 马来西亚天气炎热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而这个车子也难免会长时间停在户外 所以这次 Isuzu D-MAX 多了一个功能 就是这个远程启动引擎功能 而因为有了这个引擎远程启动功能的关系 所以在你上车之前你可以让引擎预先启动 来让这个里面的Aircon进行一个预冷的功能 所以你上车的话就不会感觉到车子很热 而其实你也不需要担心引擎启动过后 人家就可以开着你的车子跑掉 实际上当你一解锁的时候 车子就会自动熄火 在外观上面这一次的全新 D-MAX 变得非常的帅气 尤其是这个全新的 LED 头灯组 变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帅气 而且这个 LED 头灯组不仅仅是帅气 跟这个白灯照射的范围比较大而已 它还支援先进的安全配备 拥有自动远近光灯功能 它可以自动的切换远近光灯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你的高灯会照到对面的车子 让它们可能发生意外什么 除此之外这辆车还拥有大量的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包括了前方撞击预警系统 自动紧急刹车 转向辅助 踏板物彩缓冲系统 带低速跟随系统的主动式定速巡航 车道偏移警示 远近光灯自动调节 车侧盲点侦测 倒车盲点侦测 手动限速功能 还有二次碰撞预杀系统 这些功能都出现在比较顶级的车款上面 而为什么椅数柱会添加这些功能在这个 D-MAX 上面呢? 因为在原厂这一次新品的规划中 这一台 D-MAX 不仅仅是你的商用伙伴 它也可以是你日常驾驶代步工具 在你和家人出门的时候 这些先进的安全废备都可以保障你和你的家人的安全 长久以来 以输注的柴油涡轮增压引擎都给消费者非常好的印象 因为它主打的就是 低廉的保养费用 省油以及耐用 在新一代的 D-MAX 上面 同样的也提供了两种排气量的引擎 分别是1.9公升的柴油涡轮增压引擎 还有这个3.0公升的柴油涡轮增压引擎 我们先说这个1.9公升的引擎 1.9公升的引擎最大马力为150PS 峰值扭力350Nm 匹配的是六速的自排变速箱 它主打就是低保养 低油耗跟低入税 它的入税每一年只需要399块两毛 对于皮卡来说 尤其是商用的皮卡 这个日常的运行成本 对于这个用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而1.9L的版本就非常的符合了这个需求 至于如果你对动力有所需求的话 这个顶级版本的3.0公升柴油涡轮增压引擎 就会是你的选择 它的最大马力是190PS 峰值扭力450Nm 马力和扭力的表现 对比上一代车型提高了13PS 跟70Nm 至于变速箱 同样的也从上一代的五速自排提升到了六速自排 如果你只是要求低廉的保养成本 那么1.9L版本非常适合你 可是如果你对动力有需求的话 这个3.0L的同样的也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皮卡车型有时候难免你可能要晕在一些体积比较大 或者是体积比较重的物品 这个时候打开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了 这一次Isuzu在迪妹上面 增加了一个很贴心的小功能 就是它有一个油压臂 让这个开关的过程变得非常的轻松 就算你要关的话 其实也不需要太费力 轻松就可以关上 这一点我觉得是很贴心的设计 另外在这个它的后抖 它还有一个托盘设计 你只要把后抖拉出来 再把重物放上去推回去的话 就可以很轻松的完成你的搬运过程 这一点是不是真的很贴心呢 Side Step 同样的也是皮卡的一个非常贴心的配备 有了这个Side Step 你就可以很轻松的上车 OK啦 接下来我们就讲它的内装的设计啦 根据原厂表示 全新的Isuzu D-MAX 在你周末的时候要去进行一些户外活动 它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可是如果你不喜欢户外活动的话 你想到中心去 体验一个美好的晚餐 那么它也可以成为你的代步工具 所以在内装的设计上面 Isuzu的工程师其实是非常的用心的 首先这个顶级版的车型 采用了双色搭配的设计 上方这个棕色的软质塑胶 看起来视觉效果非常的好 其实还蛮有这种家用SUV的感觉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同样的看法 如果你有这样的看法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接下来就是 这台车有非常多的存储空间啊 不管你要放什么东西都没有问题 而且这边还可以让你放手机 还有杯架 还有中央的扶手 另外一点我要称赞的就是 这个全新的触屏主机 这个全新的触屏主机不仅尺码大 而且它还支援时下流行的Android Auto 还有Apple CarPlay 其中在Apple CarPlay方面 更是支援蓝牙无线连接的功能 也就是说虽然你没有Cable 但是这个却可以通过蓝牙连接 来使用这个Apple CarPlay的功能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相当便利的功能 除此之外 这个内装以这个钢琴为设计元素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冷气控制面板的这个 不仅设计漂亮而且手感也很出色 它真的和我想象中的皮卡内装设计 有一个非常大的冲突 我觉得这辆车 如果今天我不告诉你它是DMAX的话 你可能会认为它是一辆家用的XUV 还有一点全新一代的DMAX值得称赞的地方 就是这个椅子的设计 你可以看到它特别加宽的这个肩膀的支撑 而且非常的软 所以这辆车长途驾驶的话 这个椅子可以给到你非常非常好的支撑 不管是肩膀腰部还是这个脚靠 都可以支撑得很好 其实这台车我之前也试驾过 我非常喜欢这个椅子的设定 还有它的隔音表现 它的隔音表现除了柴油引擎的噪音之外 基本上已经媲美了很多家用的XUV 不幸大家可以去showroom试一试 皮卡的后座空间表现一般上都是致命伤 其实在这个DMAX上面基本上也是有一样的情况 也就是这个椅子的椅背会比较直一点 但是它们还是做到了尽量的优化 刚才前座我所说的肩膀的支撑 它们在后座的座椅设计上面其实也有做到了 而且同样的也非常的柔软 重点是这边还有一个中央扶手 如果你的后面做两个乘客的话 它们还可以做得比较写意一点 我觉得这个后座的乘坐表现 在同类型的皮卡车型中 它算是比较出色的那一款呢 而且它还有几个比较贴心的小功能 第一个就是让你掉你的DataLag或者是copybank 再来就是后座的冷气出风口 可以在炎热的气候给你一点冷气 再来就是USB的插槽 虽然说只有一个 但是后座的乘客在手机或者是其他的移动设备没有电的时候 都可以通过这个USB进行充电 OK啦以上就是我们为这个全新一代的DMAX做的简短新车介绍 其实在之前我们也做过了这台新车的试驾分享 如果大家对这台车有兴趣的话 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 那么它就会带你去看我们之前的试驾影片 然后在这里我要为大家补充一点就是 全新的DMAX分成7个车型 其中有6个车型原厂提供了5年或者15万公里的原厂保固 至于这一个顶级版本的车型 原厂直接提供了7年无限里数的原厂保固 在同级皮卡中这个保固是最强的 如果你对这个皮卡有兴趣的话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同时也欢迎你分享你对DMAX的看法 你觉得它是不是一台非常适合你日常代步的好伙伴呢?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的影片内容 如果喜欢这次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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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